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紳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和大家踢爆 踢爆甚麼呢? 踢爆原來美國每年用9億美元 即是70多億港幣 做甚麼呢? 就是圈養了6萬個秘密的臥底部隊 即是甚麼? 即是間諜 用這麼多錢去養間諜 到底想做甚麼? 是否有甚麼驚天地一鬼神的計劃 而香港裏面又有多少個間諜存在 稍後就會跟大家說一說 踢爆一下 在節目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 文杰紳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首先要講講美國一些計劃 其實美國的一些媒體 叫做新聞週刊Newsweek 早前已經爆料 美軍裏面其實是隱藏著一個 世界上最大的秘密臥底部隊 為何秘密臥底部隊犯 即是沒有人知道 在這麼多年裏面都 他的總人數有多少人呢? 原來有六萬人 是六萬人 你養這六萬人想做甚麼事呢? 原來這六萬人 在五角大樓裏面 在過去十年之間成立 十年裏面就已經是 搞成有六萬人 是非常之多 據了解這個秘密的臥底部隊 屬於一個叫做Signature Reduction計劃 他們的規模是美國中情局 即是CIA秘密探員的十倍以上 即是CIA秘密探員 即是CIA的臥底 CIA的一些特別人員 在十倍以上 即是CIA是六千人 他們是六萬人 是很恐怖的 那他們為何會有這麼多人 他們這麼多人在裏面不行 那他們是怎樣組成的呢? 原來這些人是軍人 即是有些是軍人 有些是受到特別訓練的人 那他們最終會是怎樣做事的呢? 他們就會以不同的身份做一些掩蓋 例如軍人、平民、商人、小販 一些普通的OA、普通的外賣員等等 原來都可能是Signature Reduction裏面的 一些叫做特別的臥底部隊 那做些甚麼事呢? 還有一些高階的私人公司 顧問公司裏面 即是說原來高階、高端也有 低端也有 他們的人士是臨臨種種 原來都是他們的臥底成員之一 這件事不是我作的 這件事是美國的媒體爆料出來的 新聞週刊 即是Newsweek美國的媒體 因為發現了這件事 就進行了兩年的調查 據他們的調查所了解 這個部隊 其實這個秘密部隊 有一半以上的成員 是特種部隊的士兵 是美國軍方一個鮮為人知 而且是不受到其他部門所監管的部門 亦都沒有人知道 究竟這個計劃的規模到底是有多大 而多數人對這個 signature reduction的計劃 原來是沒有聽過 更加特別是說 要求美國的國會 對這件事 是一個聽證會 當然也是從來沒有做過 做不到 是否 然而發展到這支 這麼龐大 而有秘密 而且是嚴謹的特追部隊 有什麼事情發生 原來在美國法律以外的 日內瓦公約 原來是形成了一個挑戰 因為他們這些臥底 基本上都是做些什麼事 文潔早前也爆發 一些零鏡計劃 不是去監聽 這個不單是監聽 是監察和控制 某些國家和一些企業 他們一共擁有130多家私人公司 和幾十個很少人知道 這個秘密政府參與到這些計劃 而這些公司每年招聘 招入等等的錢等等 是超過9億美元 而這些招入來的錢 原來都是為到 這個秘密特別的臥底部隊 是為到他們服務 那做什麼事 服務什麼 原來是從一個製造簡文件 支付假名經營的個人帳單 一些塗稅做稅單的東西 製造偽裝品 以及用來買一些設備 用來做一些設備 以去阻撓一些偵測和識別 製造隱形的拍照設備 即是偷拍設備等等 還有好隱形的 還有在中東和非洲偏遠的角落 進行一些監聽和監察的行動 這些特種部隊 就是一些所謂的影子戰士 就是在巴基斯坦到西非的戰區 追捕一些所謂恐怖分子等等 原來也不單止一些所謂恐怖分子 他們也會去到朝鮮 伊朗做一些敵後工作 同一時間他們的工作範圍 越來越廣為人知 包括做一些軍事情報專家 幫他們搜集一些情報 做搜集人員 做反情報的人員 甚至乎做語言專家 成千上萬的人同時部署 用一些一定程度的掩護 保護他們的身實身份 也會去到他們一些同盟國家 派入到他們的大企業 甚至乎政府部門當中 去拿一些間諜工作 取證工作 這六萬人是遍佈全球的 除此之外還有網絡的戰士 他們在網絡上用一些假身份 進行一些活動 隱藏自己的身份和位置 去搜集一些資訊資料 甚至乎參與競選的活動 影響和操縱社群媒體 大家對於文傑講到這裡 有沒有一些印象 參加競選活動 參加競選活動 甚麼競選活動 在香港便有 區議會選舉 立法會選舉 他們一些行動 一些不知甚麼計劃 叫人投某一類的人 全部都是一些外國操縱的人 這些便在裡面參與競選活動 操縱社群媒體 有些媒體經常做新聞 經常假新聞 以水果為主 亦都是不斷地做很多不同的新聞 影響本地 影響外國也有 影響美國也有 這些便是社群的操縱 還有一些人在暴亂的期間 指揮工作等等 全部基本上大家有些印象 有些畫面 出了甚麼 沒錯 這些就是美國的 Signature Reduction 的計劃 報道也指這個 Signature Reduction 的計劃 原來是以反恐的核心為名 也是五角大樓 向俄羅斯和中國等一些大國競爭 轉變成一部分的競爭 即是做甚麼 影響和一些低於武裝衝突程度的干擾 或者在軍方所謂的灰色地帶競爭 一些戰爭 即是甚麼事 搞顏色革命 搞選舉 影響選舉 令到不同的一些他不喜歡的國家也好 或者他認為有需要做事的國家 影響他們國家裏面的民生 影響他們國家的選舉 做輿論 甚至乎做一些有機會 低於武裝程度的衝突 做一些生化的襲擊都不出奇 當然有沒有機會 這些東西會影響他們自己 絕對有機會 譬如現在這樣 我們看到一些代理人被拘捕 亦被告一些國安法 這些人便影響他們計劃 他們打下去的錢可能化為烏有 他們也瓦解了一部份 他們重新又要再部署 做甚麼事 這樣會浪費錢 沒錯 不過他們引錢很容易 不斷引也可以 但令到他們重新再部署 其實我們打敗了他們這個計劃 都是幫得到大家 幫得到我們自己的公眾 但說到底 有多少人在美國那邊 我們可以看回之前的一些報道 或者一些節目 一些人所說的 其實美國領事館 大家知不知道有多少人 早前都說過 美國領事館有千多人 有這麼多人做甚麼事 香港只是一個這麼小的地方 為何要放一千多人 有沒有這樣的必要 中國解放軍的少將金一南教授 早前在節目中說過 美國在香港領事館 居然有千多人 在香港中環花園到26號 美國領事館佔6.1萬呎 有五層高 為何有千多人 他們裏面有甚麼要做呢 其實美國智庫裏面有一個難得公司 是很難得的 出了一份名為 美國如何打政治戰的報告 他提出的觀點就是 美國需要從過於依賴軍事戰爭的傳統 轉為積極建構政治戰爭 這是甚麼意思 即是說美國現在從一個真真正正 硬打硬的東西變成不是 滲進去 然後搞亂它 用政治的手段 用政治的手腕 用一些軟性一點的技術 不是硬橋硬碼去打人 軟性一點去等待別人搞起一個內亂 這就是美國現在新的一個戰略部署 今天南教授亦都說 美國的政治依仗有三個大的核心行動 包括政治上要帶有非常虧的特點 提出遠征外交以及秘密的政治行動 今天南教授認為除了媒體和網絡之外 美國遍佈全世界的外交機構 海外駐地駐外的援助機關 基本上這些人都可以成為他打政治的一個擴進點 就是什麼呢? 那也就是指那些標準的人 可能居住在這裡 那就是什麼? 那些人基本上都是臥底 都是一些間諜 金一蘭教授就說 包括香港美國的領事館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有1,000人 一個領事館需要那麼多人? 大使館也沒有那麼多人 何況領事館大使館的地位是高一點 級別大一點、強一點 大使館也不會有那麼多人 為什麼領事館有那麼多人? 1,000人 金一蘭教授就說 1,000人不是拿來吃睡覺等等 其實是拿來做事的 拿來打政治的戰爭 其實有關於美國駐香港領事館 有1,000人的說法 以前美國是一再否認 但是在人數方面 那時候要註冊 要申報的人數 他們真的申報了1,000人 但是他們一向都否認 美國領事館有1,000人 那你申報1,000人做什麼事? 他沒有解釋過 沒錯 他從頭到尾都沒有解釋過 早在2014年持續79天的非法佔中期間 其實就有香港的傳媒抽絲剝奸 爆料已經說過 美國的駐港領事館裡面 有超過1,100人的新聞 也是美國駐外人員最多的領事館 現在香港回歸之前 美國駐港領事館只有600人 現在多了一倍 據美國幾位智囊 向媒體爆料說 駐港人員其中一個任務 就是將香港變成 未來脫離中國獨立的民主陣地 即裏面的人根本是間諜 根本是要搞亂我們香港 搞亂我們中國 據悉就是所有外交人員都是長住在香港 其實這些長住在香港的人 必須得到香港特區政府的允許和批准 但駐港領事館的官方網站裡面 只能看到駐港領事和副領事的名字 其他人員是不對外公開的 當然一間總領事館只有外交官之外 其他人員包括請海外、日本員工這些 其實都是合理的 因為他要請人 但是他請的人 有本地等等的人 其實政府都未必是可以掌握到這些真實數字 剛才民族說過了 其實那個零鏡計劃 就是早前美國一個很高級的情報人員 斯洛登當時對香港的媒體已經爆發了 就是美國的中央情報局 在香港是設有行動的基地 這個行動的基地在哪裏 就在美國駐港的總領事館裡面 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行動基地 即CIA的分支 就在美國的領事館裡面 近年來香港發生大大小小的事件 全部都有香港、美國 即香港裡面的美國人 還有美國人 還有英國人的聲音和影子裡面 亦都打著一些所謂關心的旗號 然後說三倒四 包括聽證會 在國會裡面弄一些法案 講一些報告等等 有制裁等等 根本上全部都是擾亂我們中國 和擾亂我們香港的 之前美國國務院又說 發表了一些香港政策法的報告等等 基本上都是打算不斷地擾亂香港 擾亂我們中國 亦都做了一些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等等 它裡面做些什麼 都是要擾亂我們香港 擾亂我們的國家 但是究竟有成多少人呢 其實這些間諜 基本上那千多人全部都是間諜 其實大家都知道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 我剛才所說的 叫做 Signature Reduction的計劃 知不知道五角大樓裡面有六萬人 知不知道原來CIA有六千人 那裡有六萬人 加上有七萬人 這七萬人就是分住在全球各地不同國家做不同的任務 而香港最少被分配千人去做這些任務 其實大家都知道 之前有很多人做一些香港民族黨 什麼港獨的東西 什麼攬炒的東西等等 一些什麼SWHK等等 這些計劃的人 基本上都是出入過什麼地方 沒錯 就是美國的領事館 基本上他們都是出入過這些美國領事館 然後就搞了一個這樣的計劃出來 或者什麼不知什麼黨 什麼什麼計劃等等 基本上他們做出來的這些事情 全部都有機會是受到美國所指使的 而同一時間 有種種的證據和一些報道都說了 香港的港獨大學生 和很多的大耀廷、中耀廷等等的教授裡面 背後是有英美的NGO所支持 就是說什麼呢 他們很大機會都是成為了他們美國的一些間諜裡面 所控制到的人 甚至乎他們可能已經變節 成為間諜也不一定 這些也是在一些報道裡面所披露到的 也是今天想和大家說的一些事情 想和大家繼續抽屍剝奸去踢爆多些美國 不讓大家知道的事情 好嗎 相信今集都可以踢爆一些事情 就是美國原來有幾萬間諜 放了9億美元 即70多億港幣每年 搞這麼多事情出來 做些什麼事情 原來就是用來擾亂別人 為些什麼呢 不知道 為到他們自己可能要做什麼國際的世界警察 都不頂 但是這些事情是好還是不好 應該還是不應該 所以未來日子裡面會不會再給這些間諜 再給這些大學教授 財政司的官邸 我擺明是想監察著 看看什麼人出入 香港以錢 即是一金融勢、金融中心 以很多策略、政策 關於錢 是很重要的 監察著我們的財政司府邸 因為它是高一點的 財政司府邸 看上去可以監察著 那麼 美國方面說什麼呢 他就說 哎呀 居然是我們那個地方的下面 居然是有財政司的府邸 不行 這樣的話 我們要小心一點 因為要怕財政司府邸裡面 就安插人員去監察著 我們美國的人員的做事 怎麼監察你 你在上面 但問題是什麼呢 他那時候買那種豪宅之前 財政司府邸已經存在了很久 是啊 當然他們把這些事情調轉來說 一向都是一貫的事實 他們一向都喜歡調轉來說 大家可以當一個笑話 而現在他們的宿舍都已經賣走了 所以大家都可以不用擔心 未來之內 他們的人員應該會減低了很多 對香港的影響力應該都會低了很多 這些全賴我們的港區國安法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 文藝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